本國各省和地區有關加班費的規定都不一樣 比如在安省,除了醫藥、法律及會計等專業或部分邊緣行業 每個星期工作超過44小時就算加班 僱主依法必須支付加班費 法律專家表示,如果僱主向員工發放智能手機 令他們在上班時間之外的時間工作 這樣做也相當於要求加班 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 無疑令員工生產效率產生了極大的飛躍 但因此帶來的後果並不是全部正面 一項由美國加利福尼亞的一間軟件公司 所做的網絡調查顯示 三分之二的受訪者在早上8點之前就查收電子郵件 其中一部分人在早上7點就開始上網 甚至有人不看電子郵件就不睡覺 總體來說,使用無線通訊設備的員工工作更多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得到加班費 這樣做可能令僱主負上法律的責任 這個問題已經受到很多國際大公司的重視 德國汽車製造商大眾公司就決定在員工狼班30分鐘後 阻止公司發放的智能手機接收電子郵件 巴西政府也頒布新法規定該國員工在工作時間之外 回覆和工作相關的電子郵件就算加班 儘管到目前為止 本國還沒有因為使用無線通訊設備加班 而引起的法律糾紛 但法律專家就呼籲僱主對問題引起重視 盡早制定相關的規定